洪代林 今天出席雜誌的周年晚 演契班獎禮 提到日前就是阿Lin 和老公的結婚兩周年 你們又怎樣慶祝 我們今年的兩周 兩周年就真的是 完全沒有心意 就在家吃飯就好了 任何東西都沒有 因為今年是最忙的一年 嬰兒還沒有長大 還不可以跟我們一起出去 就比較麻煩 如果帶著兩個 還那麼小的孩子出去的話 真的也不會那麼的開心 不會那麼的享受 所以還是在家裡 簡簡單單吃一頓飯就好了 最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阿Lin近日就在社交平台鋪了自己 和老公的童年子優 再和兩個女兒做對比 發現他們各自都和爸爸媽媽小時候好似 我覺得挺幸運的 妹妹就好像我老公 一模一樣 姐姐就像我 現在暫時像我 我覺得挺幸運 挺公平的 另外同場的黃君興就說 好姐妹鍾佳欣的一對子女非常可愛 還說很想去溫哥華探佳欣 很想去溫哥華探佳欣 但是因為黎安又快要生 所以我想大家現在就那個時間 希望夏年年中或者年尾 阿香和黎安又可以回家 我和狗姑娘又可以照顧 我們真的很希望可以做一做事 是我們一起去搞什麼 我可以做兩次截 開玩笑 你怎麼會做什麼 我對方一起去決定 是跟娃娃 apologise 我們恢復 我們都沒有講過 其實真正在